Hello, 大家好, 我是 Itham 很久沒有拍PSCM的影片 適逢今天更新了Version 1.5.3 就要為大家搶先去體驗一下它有什麼功能 看看畫面的更新內容 包括新增的丁人功能 比賽風格計成功能 圖像設定檔, 這個很少用的 導師交易球淡, 訓練模式自動設定功能, 自動換人 同時使用多張球淡券, 和其他微小改進 其實我剛剛就體驗一下 有幾個功能比較特別的 包括這個釘人的功能 低人功能就是可以令到你的球員去追著對方的球員 當他拿到球的時候 然後比賽風格的繼承功能就是 當你可以選擇你的球員 我現在看到的是可以用你自己的球員 要不要上場用他的風格 有時候, 譬如他是高齊熱風的 但你不想到高齊熱風的 想到他打得SS, 或者不用風格的 你就可以取消他上場的風格 都是一些戰術上的考量 有時候我都不太喜歡高齊熱風的設定 另外, 訓練模式自動設定功能 很激烈的 待會再解釋一下 自動換人, 很多人都很開心 因為, 有些人開了那場球 就不會看他了 就不能讓他放的 但又要看著他什麼時候換人 或者受傷的時候換人 所以這個換人功能是非常之好的 同時使用一張球膽券 我看到的應該是同一樣的球膽券 可以同時使用多張 好, 現在就逐個逐個看 首先, 看看釘人的功能 釘人的功能 釘人的功能一定要在比賽前面 因為要混合對方的對球人的資料 好, 在前面比賽那裡 我們就看到我們人的陣容 現在的戰術設定在桂林和桑的地方 就不會太多 好, 釘人防守設定那裡 看到釘人防守設定最大的那裡 好, 看到紅色的隊 就是我們自己人 黑點就是對方的對手 每場都要設定 因為每場的技能都不一樣 那你要選自己的人 看看要不要去釘人 那釘人有什麼好呢 就是, 當對方進攻的時候 他就會追著要釘 要釘那個人 好像要打籃球 足球 就是, 較為真實一點 我看到, 如果對方拿到球 如果對方拿到球 真的, 後衛不會再回動 直接追著氣 而這樣搶的 好, 那麼簡單 選擇自己的CV 跟著, 選擇對手 那他就會追著對方的前鋒 好, 防守中場 然後, 再頂著人的中鋒 去搶球 那不一定要釘著的 我覺得, 釘最強的一點就行了 因為始終你都要留下 一些 在後衡就位 如果經常掛著釘人 就會有很多開位 好, 就是這樣 要出去 直接開球的時候 然後, 就有效果 另外, 順便看看 風格的問題 他有一個風格繼承的風能 我暫時未見到 不知道是關不關 掛虛的時候的事情 不過呢 現在可以看到 如果大家留意到 介面上面 人的歲數 旁邊不是多一個風格 的玩偶 因為奧斯爾是創意中場 所以他不做燈 那他就變成可以 假如使用的 不使用的 如果你不想他 是目標中風 因為目標中風 他就喜歡大球 那你想要他全球 的話 你也可以不用 這個風格 的 好了, 那這兩個 功能呢 先講解到這裡 相信玩開PESCM的人都知道 用風格和不用風格的分別 我個人就是比賽風格派的 我排陣很喜歡 先考慮風格 再考慮能力 好了, 設定檔圖像 嗯, 檔了 因為我都不會改圖檔 好, 呃 訓練模式又是一個很重要的 但是為什麼剛才說他很雞勒呢 好, 我特意留了一個位置給他 我們試的 首先 開了一個畫面出來 你可以給系統幫你選擇個人 然後 年輕球員 或者是 一些很重要的球員 就是有些東西給你選擇 其實我認為 沒有人敢做的 因為你是會想去 針對勝利 去選擇一個你需要的訓練 去訓練 那導師 導師呢 也是這樣 導師也是 可以統一設定 然後你可以設定他的稀優度 是幾多到幾多星 你想用幾多星 他一般來說都會用最高星的 如果你有的話 那就是 有系統建議 訓練員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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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估計應該就是 你要訓練技能 他建議你用什麼導師去做 以效率優先 其實系統建議也很足夠 對 因為他應該會選到 最好 最好 高個人 是 assive 給你訓練 因為 我沒有了 質疑的導師 所以先用中場 好 應該也是這樣建議 其實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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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自動訓練 就是這樣的 但是 每次都應該都是要做 的 在訓練 這麼重要 每次都要幾成 那麼多場比賽 才能完成 你 就不想他太自動 這個真的 好 接著還有 同時使用多張圖 按轉 看看我有沒有可以 騷擾出來 是沒有的 那就 我估計 因為 他分兩格 他應該按進去 他應該可以選擇數量 他一次過用多少張 那他就會像平時的實驗抽 那麼慢慢慢慢 把那些導師出來 嘩 出不了 好了 另一個功能 就是新增 就是把你每天的 那些 那些不要的訓練 就把它變回 因為 實在是很少人用三星去訓練 那 那就把它變回 四星到七星 這個就不需要太多著墨了 好 剩下自動換人功能 自動換人功能 其實就是 完全不用設定的 哎 不是 要設定 要 告訴觀眾 怎樣設定 自動換人功能 很重要 首先在戰術設定裡面 戰術選項 這個和之前的設定方法 差不多了 這樣 下面多了一個 球員自動更換 那些設定方法 預設是關的 你要打開它 就會自動幫你更換 那它是在情況 去幫你更換的 那 有人問了 是否自動更換 就 用手 換不換到人 呢 其實是換到的 蠻多遠 那些事 我現在有小線 進行 一步 進行 一步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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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開始球,他就突然回到後面了 我就不太懂得趕球的 因為我就不夠他那個轉數快 比賽一定是排近錯的 再來換我們吳嘉謙說 可以讓大家看看剛才釘人的話 我設定了卻奧斯,就是釘住鄉村 鄉村城市 鄉村 就是釘住鄉村 然後 左邊的CB就是釘住 釘住另一個前鋒 我忘記名字 可以看看他的表現 可以看到,你設定釘人的時候 後位是很接近 很接近你釘的目標 這個,終於拍到了 這個呢 這個畫面 一定要他入球才有 這個特色可能是 因為他們三個都是法國王 所以才一起玩到這個 這個慶祝畫面 這個畫面 可以看到 你設定釘人之後 他會很接近 他只會專注防守 那個釘人的目標 你要小心 如果太近敵人 可能被人扭過了 就很麻煩 既然是這樣 我們可以試試看 在比賽中 是否要把釘人 取消 理論成這樣 一定可以 可以取消 可以取消 那邊的動作 他確實在是否可以 可以把釘人的方向 可以拿出來 這很像犯規 對了 那是他 他已經吹了 他的動作 真的要快一點 謝謝 交給隊友,向川珍思 入球 好,這場比賽又重新離過 看一種好戲上演 這場球的形勢真的不停地變 傳得很漂亮 基斯文 新生虎虎追到球回來 不過最後又踏了Q 走啊,這個就是聰明 找到這麼漂亮的位置拿球 跟龍門單對單 防守球員解位 基奧凳 這些球真是可以的 全球到了 球職吹雞,就說上半場遠了 上半場呢,他還是不分難解 你所謂的第一 下半場開始 看來就像穴位的 對,沒錯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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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全都給目標了 魔龍就出來了 已控得挺漂亮喔 我想對方也有幾點反過 這樣都不得了 怎麼會自己射 幸好是射歪了 這個攻勢沒甚麼效 全移過去 機奧特 機奧特射入二球 拿到零先的一球 成功解位 好,是時候了 六十多分鐘,看看他 人們會見不見 人們沒有人見不見 這個攻勢也組織得不錯 但是難到尾 這個直線比下去 簡直可以用四個字形容 完美 暴下 紀詩文,結果無攻二環 既詩文 這樣也不用失真是有運 他發現我很快 看著對手鬆散了一點 馬上把機會反攻 出場當然想證明一下自己的存在 他肯定是對手後防的眼中釘 很難搞的 嗯 很準的船頭 嗯 紀詩文,被人祝福遠慰 紀詩文,叫做暫時解除威脅 有二十分鐘 還不見 天啊 八十分鐘還不行啊 七十分鐘,都不見了 還在聽分 十分鐘 九十分鐘 跳起一頂? 頂得密碼 我直線來了 龍門接到了 不針對 可惜 爵城 每個人講解 rus 總自動會有20分 現在自己體驗一下 好了 Version 1.5.3 大部分重要功能 都講完了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